贝嫂真好,花三百万给孩子建网球场,培养网球界贝克哈姆黄胜一家里,有钱大家都是知道的,而且奶奶超级宠子,孙子喜欢踢球,就建了一个足球场,国内有黄胜一,国外有贝克哈姆,贝克哈姆家里有钱大家都知道,所以这几个孩子真是富养,贝克哈姆家三个儿子一个女儿,三个儿子,一个比一个帅, 他们也是非常有才华的,老三罗密欧前几年为大牌八宝利献舞,跳得有模有样,而这次又是罗密欧,贝草为了他要建一个网球场,贝克哈姆虽然有三个儿子,但是看上去,好像这三个儿子都不怎么喜欢足球,所以在踢球这件事上都表现平平,反而是女儿小七,对足球倒是有点热爱,贝克哈姆也晒过小七穿球衣, 踢球的照片,虽然儿子不喜欢足球,但是家长也尽量买足孩子的需求,罗密欧喜欢网球,贝草就花三万英镑给他建一个网球场,换算成人民币也就三百万吧, 但是对贝克哈姆一家来说,可能不过是花了三百块钱,建网球场,也得有好的老师好的培念啊,所以贝克哈姆和贝嫂还邀请了沃兹,穆雷等这些网球界的高手来,目的可能是为了把罗密欧培养成网球界的贝克哈姆吧, 不过有网友说,超过十五岁了还没参加过青年赛,想走职业生涯不太可能吧,不过小编看来,人家有钱买喜欢咯。